在當時大了一定的時間跟你們分享 他們有沒有在一起去 有沒有被嚇到 我有嚇到 我就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因為我是用全程參與我姐的人生 所以我知道他們當時愛了有多深 所以我沒想到他既然就是結束了之後 既然還會有 就是他當時愛了那麼深的那個人 再回來那個追求他 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我姐的人生真的好 怎麼講 好奇幻喔 一個奇幻奇幻冒險之旅 根本就不像真實人生 你會覺得他太衝動 我個人當然是不會覺得他太衝動 因為已經和平離婚了 然後雙方都祝福對方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或什麼的 因為他現在這個年紀離了婚 真的 女性要不要找到 第二個相愛的男人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耶 結果沒想到我姐姐 這麼鮮明的遇到了 我覺得這當然是要好好把握啊 那現在媽媽跟姐姐的關係很好 那天媽媽跟兩姐姐都有一起吃飯 所以既然都已經可以一起吃飯了 我想應該就是OK吧 過零了 因為我們母女四人感情就是非常好 然後身為媽媽當然是會有她的那個擔憂 但是她畢竟還是愛女兒的 所以就是不可能會撐多久這樣 這禮拜又去訓練出關 那妳們會一起跟她吃飯嗎 不行 因為她還要有七天的那個自主隔離 所以還不能跟她那個接觸 對 那妳跟媽媽有個願意見出去的嗎 我沒有問她這一題 但是我昨天就是打電話給我媽 就是跟大家想要閒聊一下 然後我媽就心情感覺還蠻好的 她就說 欸 寶貝喔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就是有去看一下那個 之前酷龍少年節目的那些影片 欸 她當年真的很帥耶 然後我想說 欸 攻擊的時候 那這兩個月她在台灣 妳還沒有跟她一起嗎 我個人是非常想要跟她見面 因為她年紀的時候真的非常的帥 我很想要知道她現在那個 那個狀態變什麼樣子 然後就一直跟我姐姐說 欸 妳可以跟妳老公講說 在隔離的時候 盡量吃少一點 然後盡量做那些那個伏地挺身 然後就是出來的時候 讓我們這些姊妹就是可以大摸特摸 然後還有不要讓我們失望 妳姐夫耶 妳摸什麼 就是因為姐夫才可以摸啊 姐夫就是已經是親人了 是是是 她那個附近隔離飯店之後 竟然有很多她當年的死忠粉絲 就是紛紛出現 然後就不斷的那個送食物 然後她的飯店給她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叫她不要吃太多 因為我們所有的姊妹都期待 看到她的第一眼是 歐巴好帥 而不是說歐巴 就是 所以 然後我姐說 妳會不會也管太多了啊 就是我姐為這件事 跟我稍微發了一下脾氣 她這孩子真的有做那個愛吃便當 喔 對這件事情 我姐有說 希望那個 我覺得現在全 所有的那個台灣人 還有不管哪裡人 都已經沈浸在這個太浪漫的愛情當中了 所以因為過度浪漫 所以 有些那個媒體可能會想說 不行不行 我還想要再寫一些更浪漫的故事 所以其實那個故事是 他們自己快想出來的 好 就是我姐並沒有做便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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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